欢迎收看 稳超胜券节目 那今天的大盘的话 是小涨的47点 价钱指数是收在 所谓的8352点 那老师在礼拜五的节目里面 那公开的跟各位宣告 这个大盘从礼拜五 收了一根所谓的小红K棒 这个所谓的多方的格局 就已经成形了 那今天的话虽然 这个尾盘上涨47点 但是老师要跟你讲 目前为止在这个地方 你要留意了 目前为止量能的部分没有出来 再加上这个礼拜 成交这个所谓的交易日 比较短的同时 那如果说这个大盘要去挑战 这个前波的一个高点 8400 88点的同时 在这个地方量价结构里面 你要利用我们开盘八法里面的量价九法 去做出一个准确的一个操作 我相信就能够帮助各位在股票市场里面 做到一个长治九安顺便 做到一个赚大钱的一个非常高的一个境界 那我们的讲义里面 老师在第一页的讲义里面 我们先把这本书大概看一下 那当然开始的时候老师会跟你讲解 我们开盘八法 八法十二次包从每一种盘式的一个变化 那阴阳K线的部分的话 老师这边会举个例子 那包含各种的阴阳K线 包含实体的部分 上下引线 这个部分的话 多方跟空方的 一个所谓实战的一个痕迹 那重要的线叫做掉线反转信号 跟所谓的技术分析 当然还有包含所谓的 欧美的技术分析的部分的话 它就包含所谓的倒势跟波浪 移动平均线跟缺口理论 包含所谓的筹码 所以说我们这本开盘八法里面讲义 虽然不是很厚 但是真的 具有所谓的实用的一个价值 那麻烦各位再把这本书 翻到我们的开盘八法 第一种盘是 开中民意的就跟你讲 今天开的盘它就叫一高 一高压力盘 但是你最近会发现 这个时间的转折 目前为止都开始往后 往后延的同时 你要记得老师跟你讲的 也就量能的部分没有出来的话 你要特别注意 那如果说你懂得我们开盘八法 今天的盘是一高压力 你会很惊讶的老师 尾盘的部分 在这个地方为什么会没有杀尾盘 还是说尾盘的时候 为什么不是一个关键性的买点 这个就牵扯到所谓的开盘八法 里面量价结构 今天早上第一盘 9.5分开出来 成交量为62亿 比起上个礼拜五 3D开出来的盘 它叫57亿 它的量的部分 是比较大的同时 也就找盘在这个地方 它是有支撑的 所以说尾盘的部分的话 它变动性它是不大的 那回到我们之前 老师跟你讲的这张图卡里面 在上个礼拜五 老师在节目里公开跟你讲 10月2号 这个均线在所谓的8285点 目前为止也没跌破 均线的位置有往上移10点 目前为止的话 仍然是属于一个多方共盘 严老师在上个礼拜五 就提醒你了 你要注意到个股 这个个股的表现 目前为止 有没有在盘面上面 成为主流的一个标的 包含电子跟小型的贵买 我相信今天的贵买 一样创波段的新高 贵买指数在这个礼拜里面 仍然是所谓操作的一个重心 包含严老师跟你提醒的 个股的方面 我相信你只要把持着这两个重点 你一定应该是有机会成为赢家 因为输家到目前为止 可能还是在看空的 甚至他认为在这个地方不宜进涨 我认为个股表现的一个大盘 适合投资人操作 但是操作的一个难度 又开始往上做出个增加 先看到第一档股票来 那这档股票代号是2049的上瘾 今天的股价小创波段新高 好 你该怎么看 你该怎么看 好 那你可以留意一下 今天外资的一个筹码 好 今天总共成交量是3200张 外资在这档股票的筹码面的一个变化 可以提供给你做出个参考 好 当然简讯的部分 我们说过了会员的一个权益 我们会做出一个保密的动作 但是你想操作这档股票 你一定要看到外资 目前为止外资的筹码 在2049上瘾这档股票的一个变化 那注意到第一档股票 注意到第二档股票 我相信这档股票你之前看节目 应该都看过了 3529的立望 立望今天公布 所谓9月份的营收是衰退的 但是你很奇怪 你看到今天的立望 它的股价却是逆势上涨 甚至小创一个波段的新高 那这档股票我们之前操作过了 那后面的简讯老师说过了 我们一样列入到保密 那这档股票你操作你要注意什么 注意我们的均线三绝 也就是说短线有没有穿过中线 包含阴阳K线里面跟你讲 这个地方有没有买进的一个讯号 如果说你确认业绩衰退 技术面有所突破的话 这个就很吊诡了 好 那导播拉进号 一样是说过了 在最后一盘敢去买的人 他应该会做一个流仓的动作 就最后一盘去买的人 他会去做一个流仓的动作 这个流仓的动作包含两个含义 第一个他要负所谓的 这个流仓的一个风险 第二个你要想想看 他敢在尾盘去做出一个大单买进 那你认为后面他是看多的还是看空的 那我们之前跟各位讲过的股票 8016的 来这档股票细创 我相信今天已经证明了 证明我们眼光是对的 我们这眼光没有看错这档股票 至少到之前到现在为止 他是创新高的 我相信这档股票我们会员一定有操作 我们不会拿没有操作的股票 在节目里面秀 我认为这是对会员是一种侮辱 如果说你是老师的会员 你在看着老师的电视 严老师现在正在跟你讲8016的细创 我相信我们就是一个诚信的分析师 诚信不是大家讲的 不是自己讲的 要每一个人公认 这个诚信非常重要 有做就是有做 严老师一定拿出证据给你看 这个是不是一个瞬间的买点 你自己判断一下 这个瞬间的买点或卖点 我们在节目里面一定会秀 我们的简讯的内容 让各位来参详一下 那后面的简讯老师说过了 会员的权益我们就不方便 那到了今天 这档股票我们的会员 手中到底有没有 你心里面也非常的清楚 但是这档股票老师先跟你讲 股价从两位数涨到今天 已经来到102块了 这个股价是创新高 而且从两位数涨到三位数 短线上面 好应该每一个人都有赚钱 为什么 因为这档股票股价创新高 来这个地方来创新高 那除了这档股票以外 看到627的 来这档股票同心链 同心链一样创新高 股价60块钱以下买的 目前为止的话 股价接近90块 60块钱到90块钱左右 你相信这个短线上面涨幅 应该就有超过三成 那我们要的是赚五成 赚一倍的股票 老师先讲 那底部有没有跟各位讲 有啦 证据都会讲话 但是你要留意 这个底部的讯号 到底出现什么样的讯号 你要去做出买进的动作 这个是非常简单的一个讯号 它叫吞噬 这两根K棒叫吞噬 这四根K棒也叫吞噬 这个长线的话叫做什么 整理区间的一个突破 我相信你学过 颜老师记录分析的 你都看得懂这个讯号 这个讯号就是让各位 短线上面 有个很好切入的一个机会 那这档股票中间的一个操作 我相信在节目里面 也是每天不断的 跟各位来做出个提醒 操作一定要有证据啦 那老师都是拿证据给你看 你们老师会不会拿证据给你看 老师不知道 但是颜老师秉持了诚信的原则 老师一定会拿简讯的内容 在节目里面跟我的会员 来做出个验证 包含8月18号这个 包含9月8号 那包含9月17号 老师在上个礼拜五也跟各位讲 这档股票你要注意到 陶瓷电路版 包含影像的一个产品 当然今天的股价 一样创新高啦 那这档股票老师说过了 简讯的部分 目前为止列入到保密了 既然记录到保密期 我们简讯也就不方便 在节目里面公开 那操作代号6271的 来同心店 我相信这个低买高卖 获利入带 每一个人都希望做到 8016的来 这样股票的细创也是一样 低买高卖 获利先了结 这个就是操作上面 最大的一个用意 把资金集中起来 我们可以寻找下一档的一个标的 那如果说你之前 有来拿我们这份资料的 他叫做10月份123只老虎 你有拿的 麻烦你先看到第二档 跟第三档股票 在今天的行情里面 有没有持续创新高 有啦 但是老师说过 要等到涨停板 涨停板再创波段新高 我们这边就把黄天字打开 让各位来验证 那第一档股票不要急 他在整理的一个阶段 等拉回的同时 一样可以早买一点 那我们进行我们的开盘八法的讲义 在市面上面 造成了一个轰动 那讲开盘八法的人也不多 讲阴阳K线的人反倒是比较多了 但是你真的了解日本人所交给你的多空阴阳线吗 你真的了解吗 还是说你在学习的过程当中 常常是一知半解 如果说你对于东方的多空阴阳线 你能够确实的掌握的话 严老师认为你在股票市场面要输钱 这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所以说学艺要精 我们的开盘八法 包含所谓的黄金阴阳K线 就是在股票市场里面 那给各位一个最好的一个工具 这个工具拿到手 要非常熟练的去做出个使用 那我们近期而言的话 我们只推出唯一的一档股票 那这档股票的话你要注意到 它具有所谓的南北车概念 也就是中国大陆目前为止 一带一路的一个观念 目前为止这档股票你要留意 那所谓的高档修正到结束了 老师说过这个地方一定有关键性的讯号 今天10月5号这档股票 出现了一个关键性的一个讯号 当时候跟各位讲的是9月初 9月初在整理阶段 目前为止出现的讯号是在10月5号 所以老师今天开放10个名额 10个名额今天出现讯号了 10个名额让各位来操作这档股票 你要记得上半年的营收创同期类股的一个历史新高 它是唯一的一档股票 第一档区目前为止法人 直接点名外资啦 外资在今天的买超接近500张 所以说你赶快拉回赶快去布局 这档股票稳超胜券 南北车概念股今天10月5号 开放唯一的一天10个名额 麻烦各位请播电话进来 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VIP军生清代 老师大哥打亲自接听服务 只要二分之一 速下02-2781-0909 2781-0909 电达头部颜分医师 擅长基本面研究 资历完整 共有20年丰富的股市经验 毕竟多次蜿蜒与风投 积极代表公司 扣制基本面 带领会员领先布局 熟悉大海结构 掌握台股走势 产业深度研究 前进动辅先机 严格风险控管 带进保证代出 集中火力 快速累积继绩 灵活攻守 是您追求财富路上的良师益友 电影运动制股专线 02-2781-0909 2781-0909 平常工作时总是充斥着各种声音 所以休假时我喜欢拒绝一切嘈杂 让自己沉淀 享受这片刻的迷迹 Choose your online 额排气密床 润态进攻 创新建筑 甲山林乘上乘 壮力落成 城屋御寿复 大户轻松住 20分钟直达台北101 长庚正对面 金殿面开放预约 甲山林乘上乘 对线乘默 24315858 欢迎回来节目下继续收看 颜老师文明主持人文超神经 看颜老师看了很久的一个投资本 老师在那边先跟各位讲一声谢谢 谢谢各位 长期以来对颜老师的一个支持 我相信你参加过颜老师的 老师都有当面跟各位稍微聊一下 无非是希望了解各位的一个操作的习性 能够在理财在道路上面 让各位走得更加的顺遂 开盘八法 八法十二世 在台股裡面操作 它是不可缺少的一项重要的工具 对于八法十二世能够透彻了解的人 市场里面也是趋属 趋值可数 颜老师在所谓的台股裡面操盘也好 对于开盘八法的了解 那借助颜老师的经验值 我能够快速的来帮助各位进入到我们八法里面的领域 那如果说你之前学过技术分析的 还是赚不到钱的 那你会不会认为说你学的技术分析 跟颜老师所学的技术分析 到底差一点在什么地方 老师的操作绝对是按照我们多空一样线 包括我们的均线三绝开盘八法 所谓的理论跟实际一定要结合 这是颜老师在电视上面 所以说能够帮助各位最大的一个原因 那我希望各位只要你有空 可以直接打电话进来问老师 关于开盘八法 包含均线三绝跟所谓的多空阴阳线 有任何的问题直接跟我们助理来做出个联络 来现在看一下电脑荧幕 这个电脑荧幕老师在上个礼拜五 我就跟各位讲了 这一根所谓的小红K棒看起来不显眼 他就确认了这个多方的一个格局 那如果说你懂得并现理论的话 这四根红K棒并过去的话 目前为止已经超过了这两根黑K棒了 也就是说多方用四天的时间来做出个反攻 那这个礼拜的走势你要留意到 留意什么 这叫贵买指数的 贵买指数 小新股仍然是操作上面的一个重点 重点当中的一个重点 要记得老师跟你讲的 那举一档股票好了 来这档股票叫茂迪 创新高 3691的朔和 今天也是创新高 包含3474的华雅科今天大涨 2408的南雅科今天也是大涨 那南雅科你要记得喔 赢钱的人非常少 因为他们都买在高档 华雅科也是一样 虽然股价开始上涨啦 但是很多人是买在高档区啦 目前为止正在等解到 那我们手中的股票627的 来这样股票 他叫同心电 同心电 创新高嘛 好我们就是赚钱的嘛 8016的来细创也是一样嘛 创新高 好我们就是赚钱啦 其实这个差别性 非常非常大 打电话进来 问题最大的落在哪一档股票 哪一样 2454的联发科 反弹没有卖掉 来再彻底 367单的TPK 有人跟我讲今天终于卖完了 老师是捏了一把冷汗 这么大的一个资金都在这档股票 他如果整理时间太长的话 你根本就没有解套的机会啦 你不如把资金挪啦 挪到这档股票嘛 细创你能不能赚到钱 可以啊 627的什么 同性链一样啊 那后面的股票你要注意哦 包含318的联雅 我们之前操作过的 这些股票都是能够赚到钱的 所以说选股的一个方法 包含逻辑在内 会左右各位财富的一个命运 那我们十月份说过了 我们推出了这123三只老虎 目前为止已经不会再送给各位了 那有拿到的 来你自己看 第二档跟第三档是小型股嘛 小型股今天股价 有没有持续创新高 有没有持续的从底部开始大涨 我相信有啦 那你后面注意的 不是说这三只老虎 因为有新的标的 这个新的标的 等一下老师会开放啦 你也不用急 我们讲完盘以后 我们就会开放啦 来先注意到3081的联雅 联雅这档股票 我们从9月22号开始保密了 那在9月23号我们先行做出一个出清的动作 好我相信这个简讯的公布 对于我们的会员来讲非常重要 因为一个会员参加了一个老师 他如果没有办法在节目里面 跟他的会员做出一个验证 甚至他所讲的股票 他的会员听不懂看不懂 每一支都不是他手中有的 你说他的会员有多失望啊 严老师为什么在节目里面敢公开我们的操作 跟我们的简讯 我们是让会员来验证 只要你会员你有老师的简讯 我相信每一档股票里面都有代号 都有身份证 都有所谓的买点跟卖点 你在节目里面看到的跟你简讯里面的内容 我相信完全一样的 这边有所谓的会员等级 这档股票的身份证 每通简讯都一样 会员等级身份证 会员等级身份证 第三次的操作 第四次的操作 我相信这个一拿出来 会员都看得懂也听得懂 这个就是他们手中目前为止 他们手机里面所出现的一 这档股票非常容易辨别 但是大盘到目前为止你要注意 这个操作的难度属于个股表现 所以操作的难度 开始增加的同时 你一定要找专业的分析师 你千万不要是 不是去找那些每天涨停板的 那每一次操作都是买最低的 那都是卖最高的 每天每天都有不同的标的 好的一个消息要跟你讲 那我认为在国票市场里面操作 对于会员的承诺就是两个字 诚信 我相信不诚信的一个分析师的话 很快的他可能会消失在这个荧光幕上 也许被停牌一个月 两个月 我相信这个就是所谓的会员 对于他们手中的简讯 是不实的 是夸大的 一种反射的一个心理 那6456的FGIS 这张股票操作难度非常高 你不是说看了我们的节目去操作 老师先讲 那这一天叫做危机路事 这一天的一个买点 有没有拉到涨停板 你可以验证一下 你可以验证一下 从6月13号的简讯 我们就敢公开跟我们的会员 来做出一个验证 那第一次的操作 那第二次的操作 我相信不管几次的操作都一样 不是跟你讲说我们赚多少钱啊 老师要验证我们的诚信度 我们到底有没有办法把会员赚到钱 甚至在危机上面的处理 这叫危机处理吗 跌破前低啊 这个地方的动作非常非常重要 非常非常重要 你要记得老师跟你讲的 股票操作绝对不是一天两天 绝对不是看着电视就能够赚到钱啊 那我们看到这张股票 普瑞也是一样 大涨 你有没有买老师不知道啦 但是不要看着节目来做操作 有时候我们卖掉了 有时候虽然会在节目里跟你讲 我们卖掉了 那给我们会员做验证 但是后面的简讯老师先讲 我们就不会再公布了 所以说你看着节目去操作的投资朋友 你自己要注意了 老师在那边三声五力跟各位讲解 我们卖了 以后我们简讯里面 不会在节目里面公告 我们只会在我们传真稿里面 让我们会员知道 那之前送给各位的 我相信第二档跟第三档股票已经验证了 那我们后面要验证的是什么 后面要验证的是这档股票 他叫做南北车概念股 那基本面的消息记得 毛利率的话算是7% 盈利率大概16% 股东报酬率5%以上 你要注意到第四季 你要买股票要买在第四季 成长性高的 但是股价在低档的 低档区的股票去买 但是要出现一个买进的一个讯号 它具有所谓的跨业经营 包含所谓智慧型辅助 附建机器人的一个商机 那最重要的是今天 法人的话大买了接近500张 上半年的营收 创了一个同期 同类股的一个历史新高 也是唯一的一档股票 目前为止的话 老师希望你能够做到一个波段操作 所以说这档股票我们开放10个名了 就是前面10位 你打电话来的同时 我们相信我们的助理都会给你一个编号 我们只收001到010 前面10位按照各位打电话的一个顺序 不管你是住在台北的台中的高雄的 住在中南部的屏东的嘉义的 只要你收的收看得到我们 这个运通财经台的 我们机会大家都一样 好我们文昌圣经营在今天10月5号 开放的这档股票叫做南北车概念股的 希望能够跟各位 以这档股票来做出个验证 要验证什么 验证严老师目前为止 我们所推的 他叫做什么 他叫做开盘法法加上黄金一样K线 他就是一个成功的一个模式 那今天打电话进来的记得 老师送给各位的5再加5再加5 延老师加倍奉还 南北车概念股今天开放10个名额 请各位打电话进来索取 我们明天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